比賽來到八局下半 大谷翔平前三個打樹沒有安打 連同前一場比賽 他已經連續七個打樹繳白卷 可是大谷可怕的地方 就在隨時可能爆發 回到休息區 大谷趙立戴上武士帽 和隊友擊掌慶祝 這支拳尼打 大谷鎖定的是135公里 掉在紅中的滑球 而且一咬中 他就知道這球有了 大聯盟主播甚至拿出生涯 敲出762支拳尼打的棒子 來跟大谷比較 看看美國聯盟的打擊排行榜 不管是排第四的打擊率 還是在整個大聯盟 遙遙領先的拳尼打 還有高居美聯第一的打點 大谷現在可是被看好 有機會挑戰球技的三冠王 大谷在這場比賽 還被通知以投手身份 入選到美聯的明星隊 日本媒體換算 他全年162場比賽 估計可以打出58支拳尼打 如果大谷的狀態 持續火爆 挑戰法官 Judge的單季62轟每連記錄 似乎不是問題 體育新聞綜合不動